欢迎来到《陈世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和林俊杰两大顶流梦幻联动 有望同台合作,世界共巡演 近日,网上爆料青年演员肖战和林俊杰梦幻联动, 这可以说是给所有人非常大的惊喜,两大顶流梦幻联动 肖战送花篮祝福林俊杰世界巡演圆满成功,实在是不可思议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林俊杰则是唱功不俗的歌手,非常期待两位可以同台合作 相信一定会非常震撼 据悉,肖战和林俊杰两位顶流梦幻联动 在林俊杰世界巡演时,肖战送来了花篮表达祝福 肖战大大方方祝福林俊杰世界巡演圆满成功,很真诚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肖战和林俊杰的友谊 说一句题外话,个人非常期待肖战和林俊杰可以同台合作 毫不夸张就是听周杰伦,林俊杰的歌长大的 还记得一千年以后他说等,朗朗上口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都表达了诧异,感觉不可思议 看起来肖战和林俊杰并没有交集,如今也送花篮祝福 看起来在背后两个人交情匪浅 娱乐圈就是一个圈子,更何况都是非常优秀的艺人 相信未来可以在舞台上合作,保持期待 总之祝福肖战,希望青年演员肖战可以继续努力 继续在娱乐圈里认识更多的好朋友,拍更多的作品 我们都非常喜欢 如今的肖战,主演的多部剧都在热播 新电影《射雕英雄传》也要在春节档上映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肖战前进的脚步 让我们共同努力,齐心协力奔赴美好的未来 肖战未来可期,期待一起合作 肖战射雕后新电影问世 国际大导演李安合作,重回功夫片巅峰 近日,网上出现了一则关于肖战新电影的爆料 大致意思是说肖战在射雕之后一部新电影问世 这一次和肖战合作的同样也是国际知名大导演李安 网上爆料肖战要和李安导演合作新电影 值得一提的是,至于电影的内容 网上说是功夫片,难道要让功夫片重回巅峰? 可以关注一下 据悉,网上爆料肖战拍完射雕后 有一部新电影问世了,这一次是和国际大导演李安合作功夫片 不少人说是要拍李小龙,目前官方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情况介绍 这则爆料来源的真实性也难以保证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毫无疑问是一位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陆陆续续和非常多大导演合作,给出的都是超高评价 可以确定的是,肖战有实力和国际大导演合作 只不过这还没有官宣,是真是假都不清楚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自然都非常期待肖战的新电影 特别是功夫片,又是新的领域,肖战继续挑战自我 带领功夫片众回巅峰 话又说过来,这还没有官宣,八字没一撇 还是等官宣肖战了,我们再来表达期待 总之祝福肖战,目前的肖战还在拍摄射雕英雄传,赶在春节档上映 目前还没有杀青,一切工作都在紧张进行中 在这个过程中,肖战陆陆续续接受了十多家主流媒体的采访 肖战真可谓是人间清醒,难怪有这么多采访粉 总能给人带来正能量和感动 肖战值得期待,未来可期 看完官方认证的性格演员,钟读懂肖战这些年的苦尽甘来 或许今年肖战的剧播开创了一个先河,三个月联播,题材不同,角色不同 每一部都出彩出圈,让内娱中关于肖战选剧的话题讨论变得集中又热烈 而更多的争议在于 为什么肖战会选择这些看似平淡没有冲突 且不是当下流行的剧本呢? 说白了就是,为什么凭借肖战的顶流咖位不好 好利用一下,挑那些观众喜欢的,角色性格复杂又讨喜的,戏份占比大的呢? 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质疑,我觉得只有两类人 一是直黑,借着剧本的话题进行抹黑和拉彩合作演员,目的是打压肖战 二是不了解肖战的路人观众,这点就不多做解释了,想懂得自然会去考古 只要有心就不难发现,最近的专访中,主持人专门提到了关于选剧本的话题 主持人觉得递给肖战的角色都比较正,没什么缺点,但这样似乎就不够立体不够过瘾 肖战却认为这是演员,不同阶段职业功能性的问题 确实会有一些复杂的角色,很迷人很有挑战性 随着自己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性格属性越来越多面化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 但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不足和缺点 看吧,肖战何尝不懂爽点剧,爆点角色可以吃透红利,但是他想要的岂止是这些? 不追求短命红利,不在舒适圈徘徊,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短板,沉淀打磨成多元化风格的性格演员 论起肖战的外形气质和人气热度,他要再演五年现偶和古偶,尤其是那种剧情冲突又带感的剧,一定可以收获更多的爆款和路人粉 这个偶像剧是常有他就没有别人什么事了 可是,这对于肖战是舒适驱,毫无挑战,也是在不停重复,对发掘自己的演技短板毫无意义 久而久之,演员便会失去表演的张力,困诱于固定模式中 睿智的肖战怎么容许自己躺平在舒适圈呢? 所以他精挑戏选剧本和角色,沉淀打磨演技,才有了今天央视认证的性格演员 也有了人民日报盛赞的演技可以多元化驾驭不同角色 不完全迎合观众,不被市场裹挟,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可塑空间 让演员这个职业的功能发挥最大极限 观众喜欢,资本逐利这些都是一个艺人难以摆脱的发展壁垒 当然,肖战也会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可是这些年,明显发现,肖战的发展路线相当清晰 就是做一个实力派演员,命缺无滥 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肖春生、石影、盛阳这些值得品味的角色 肖战也在这些角色中不断学习、创新、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种演艺风格 让他们不是肖战,而是剧中人物 也就是经历了这些年的沉浸式打磨 肖战成为了官方认可的流量加实力的优秀青年演员 落上了别人难以复刻的品质演员标签 是的,肖战并非目光短浅的名利之徒 他的苦尽甘来,你们读懂了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